下面为大家介绍制动片的更换过程 需要准备的工具有 一字和十字螺丝刀 5毫米类六角 12毫米套筒 用12毫米套筒拧开下滑动轴 用一字螺丝刀拧开螺帽 用5毫米类六角工具拧开削轴 取下厚叠刹制动片 用十字螺丝刀拧开油背盖 复原密封垫 将卡钳活塞往箭头方向推到底 打紧背盖 更换新的厚刹制动片 插入并打紧削轴 打紧螺帽 打紧螺帽 必须紧贴卡槽 插入并打紧下滑动轴 反复踩制动踏板 直到恢复制动力 提升 记录